戴着马头面具 跪在安徽合肥这个公园的小角落 跪求好心人 骑一次只要五元人民币 他半马给人骑 全是为了儿子的医疗费 陈云涛的儿子 陈云涛的儿子今年9岁 2011年发现罹患了白血病 一个月前再度复发 急需进行期待血治疗 只是工薪阶级的他 这些年下来已经债台高筑 根本拿不出人民币 30多万的治疗费用 只能出此下策 为孩子半马筹钱 谢谢爸爸 我想爸爸妈妈回家 你想回家 消息传出感动不少人 有人大老远跑来医院探访 各界善款也不断涌入 短短两天就收到了近40万人民币 有了爱心捐助 就等手术成功 让孩子能健康回家 记者综合报道